表演砸了 我把这个休眠时间和待机时间调过来了 我都是把它调成了零 如果有这把电烙铁的 不妨你也把它调成零试一下 这个调成零都足够用了 因为它升温速度非常快 咱们用锡锅要把这个时间要调到最高 不然的话你一不动它 它进入休眠状态就不行了 这是10号的硅胶线 上面已经涂抹好猪汗剂了 不涂猪汗剂的话不太好上锡 再加点剩余的锡渣 把这个锡锅整满 这一段优惠力度比较大 我看不少朋友选择这款电烙铁 不过我要提醒你 你看一下你手边这个快充充电器 知不支持PT3.0的快充 不支持的话它达不到100瓦 当初我用120瓦的小米充电器 来试这个电烙铁 只能达到60多瓦 由于协议的原因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充电器 都能达到100瓦这个功率的 不过现在正典原子 它家有配套的100瓦充电器了 另外我现在使用的是T80P 而不是T80 因为它俩烙铁头是不同用的 我平时用这个产型烙铁头和马蹄头 用的比较多 偶尔也会用这个锡锅烫下锡 用锡锅烫这种线头的话 肯定效率要高不少 另外在我储窗买过这个电烙铁箱 知道这几个头是在哪买的 你可以私信我 正典原子家是没有这个的 需要单买 重点来了 我是推荐电烙铁的 不是来推荐烙铁头的 所以说你在别人家买电烙铁的话 你不要问我这个烙铁头在哪买的 因为这个卖再多烙铁头 给我没啥关系 当然粉丝除外 也希望大家能理解